最近有很多大学女来问我 为什么女生又不理我了 那你回想一下和女生聊天的时候 你给她发消息 她是不是都会回复 偶尔还会主动的去找你 但后来你找她的次数越来越多 再开始回复晚 回复少 聊了两句就要去洗澡 那今天我就站在女生的角度来看一下 你究竟是怎么把女生给撩跑的 我发现很多男生面对自己喜欢的女生 都会有急切心态 按捺不住躁动的心情 藏不住自己的欲望 就像你看见我的视频 总是忍不住想一键三连 那作为男生你喜欢女生 主动对女生好没有问题 但很多大兄弟总是一种饥渴的状态追女生 明明啊咱们都二十好几 但在喜欢女生面前心态像个小孩 喜怒哀乐 喜在脸上各种需求放在嘴边 喜欢她就不顾一切的追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一追女生本能的就想逃 就会进入你靠近她躲避的恶性循环中 真正的爱情是双向奔赴的 追不是最佳策略吸引才是 那从事感情行业这么多年呢 很多大兄弟喜欢上女生后 每天都想找女生聊天 恨不得把自己的吃喝拉撒 一天24小时都做什么全告诉她 那她对你所有的情况都已经了解透彻了 对你还有好奇吗 你以为说的越多就越显得坦诚 人都是图新鲜感的动物啊 你变成一张白纸了 毫无心理了 这个时候呢有大兄弟要问了 那男生主动一点 不是显得关心女生吗 还会让女生有安全感 安全感是你在成为她男朋友之后 才应该做的事 千万不要因为喜欢一个人啊 你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粘着她 我发现很多大兄弟都把聊天的目的搞错了 聊天最重要的不是你聊了多少 最重要的是聊天质量 如果你每次聊天啊 都让对方感觉到和你聊的意犹未尽 那么他一定会对下次和你聊天充满期待 那这样的聊天呢才是成功的 如果两个人啊 天天都保持频繁联系 话题聊完后 最后只剩下尬聊了 那情侣都有七年这样 更恐怕你这都还没到手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时间和空间 有自己的生活 你整天找她聊天 不用工作吗 就算是你百忙之中挤出来的时间 女生又不知道 她只会感觉到 你像是一个无业游民一样啊 天天无所事事 如果你在追女生的时候呢 你不自觉的把女生当成你生活中的全部 那么你们这种关系很快就会以失败告终了 一旦出现不如意的地方 你的心态分分钟都要崩溃了 你一定要记住啊 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专心的做好自己 才能够更容易获得女生的青睐 那很多大兄弟总是把喜欢你放在嘴边 不了解一个女生就说喜欢你 喜欢你怎么就这么不值钱 她的一回毛与你的擦肩而过 那一瞬间仿佛被定格了 从此变成了你的全世界 这一瞬间的心动又能维持多久呢 抵得上相处一段时间以后的琐碎的柴米油盐吗 原来女神也会便秘 会让你不安 幻想破灭后又该怎么去喜欢呢 可别再把那种见色起义美化为一见钟情了吧 清醒一点 你是真的在和她接触的过程中越来越喜欢了吗 你是真的在了解她的三观和生活方式以后 还觉得她是如此迷人吗 如果不把这一步做好 很有可能就是见色起义以后 还没怎么相处就感觉到厌烦 发现啊 女生的内在根本就与自己不搭 甚至跟女生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最后一拍两散 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对自己喜欢的女生展开猛烈的攻势啊 这样只会把女生给吓跑 你见过狮子狩猎之前会对着猎物吼一声吗 当然不会 刚开始的阶段不如先和她从朋友做起 当朋友的好处就是没有压力啊 没有负担 刚认识就要说追她 让她当你女朋友 女生对你有防备了不说 如果她对你第一印象并不好 就会直接举着你 那到时候你空有益深的撩妹本领 却没有地方发挥啊 那做朋友的门槛呢 远没有恋人高 你可以就先从朋友关系去做跳板 但是你最清楚啊 最往置疑不再久 日常的调侃聊天 增进感情 通过接触相处 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和魅力 女生自然而然的 就会在心里面增加你的分量 我见过太多来得快去得快的热情了 所以我们女生才会对追求表现出没有安全感 反过来 哪个女生能抵挡得住 被默默的喜欢很久的深情呢 真正的爱情不是追来的 更不是一方拼命追逐 一方拼命远离 互相喜欢的人会互相靠近 你往前走了一步 我也往前走一步 边走边感受 边走边建立彼此的信任和依赖 内心风盈实在遇见爱情 坦然接受女生的拒绝 平等而又流动的关系 才能走得更远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信息上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祝女生相亲了 会方便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来帮助你 如果请签放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几位 几个最新的联系方式哦 请看我最新的联系方式